哈喽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小五华强北淘机 我最快 今天我们依旧来到全国最大的二手机批发市场 关注我所有手机的批发行情都在这里 苹果13也已经发布了 他所对应的二手机行情又是如何呢 接下来就带你们去二手机市场给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二手机行情是怎么样的 我们优先帮这位广东的老粉丝孙先生去市场拿一台苹果茶 这是一个无所64g95成星的 目前市场行情的话是在2300左右 相比前一段时间呢 也是跌了一个100左右的预算2000左右的预算呢 苹果叉性价比是非常高的一个机器 首先呢 它内置是一个a12的处理器 6.1寸的lcd屏 单层主板的设计机身散热效果呢 也是非常不错的 续航方面电池容量也是有2942毫安 苹果13发布以后呢 苹果的所有机型呢也是有所跌价 我们手上这台机黄 苹果11polo max呢 也是跌了不少 手上这台机器呢 是帮普天的粉丝黄先生去市场拿的一个机器 无所256g的99成星 目前呢 市场行情的话也是在一个5100左右的预算 相比前三个星期左右呢 也是少了200到300左右的预算 性价比也是非常的高 很多人不会去选择入手苹果12的真正原因呢 是因为苹果12的续航 散热效果比较拉垮 而11polo max呢 内置3969毫安的电池容量续航方面呢 我们也是不用担心 而且内置是一个a13的处理器 游戏性能特别强悍 6 5寸的ol 异地屏 后置三项头 不论是外观颜值 性能还是各方面 拿来当主力机 用个三年左右 也是非常的巴士 接下来 我们再来帮南京的粉丝 陈先生去市场拿一个苹果茶 这是一个黑姐无所64g的95成星 目前市场行情的话是在一个2000左右的预算 相比无所呢 这里也是有一个300左右的差价 性价比也是很高的一个机器 黑姐的机器呢 只要你不还原 他就跟无所的一样插卡其用 机器呢 也是原装无拆无修 跟国行一样的品控 功能以及质量 内置都是a12的处理器 预算在2000左右的话 就直接选择苹果茶啊 不论是作为主力机还是游戏机 用个两三年 性价比也是非常巴士的一个机器 预算在3000左右呢 平时呢 自己也比较爱玩游戏 可以选择我们手上这台xs max无所256g的 这是一台95成星 目前市场安情的话是在一个3400左右的预算 这台机器呢 是帮一位山东的粉丝李先生去市场淘的一个机器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一个配置 首先呢 它是一个a12的处理器 游戏性能特别强悍 6 5寸的ol 异地屏 不仅显示效果特别好 而且屏幕占比呢 也是非常的大 运行高配置游戏啊 像吃鸡王者也是完全没有问题 续航方面呢 电池容量也是有3174毫安 哪来当主力机 用个两三年呢 也是不用担心 它的一个配置会不会跟不上运行卡顿的一个问题 百元机 首选机型 手上这台苹果8呢 是一个黑姐无所64g的95成星 目前市场安情的话是在一个900左右的预算 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一个机器 这台机器呢 是一位安徽的粉丝张先生 叫我们去市场帮忙淘的一个机器 苹果8无论是作为主力机还是备用机 性价比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机器 首先 它是一个内置a11的处理器 性能特别强悍 虽然说是老款机型 但是如今运行高配置游戏呢 它也是不会卡顿 并且机身上的效果呢 也是非常不错的 屏幕的话是一个4.7寸的屏幕 支持指纹识别 后置 虽然说是一个单向头 但是也是有1200万的像素 接下来我们再去安卓市场帮作为贵桌的粉丝 时先生去市场淘一个mate30polo 这是一个4g版本8加256g的 目前市场95成星的话是在一个3700左右的预算 相比5g版本的256g呢 这边也是有一个600左右的差价 性价比呢 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机器 内置麒麟990的一个处理器 6.53寸的刘海瓶 后置4个像头4000万的像素 续航方面呢 电池容量也有4500毫安 仔细检查机器各项功能没有什么问题呢 其他的我们就带回家直播监测机 手上这台三星呢 也是最近市场非常畅销的一个机器 它是一个三星s15具版本8加256g的 可以看到外观成色呢 也是跟新机一样 没有任何磕碰划痕 目前市场行情的话是在一个1800左右的预算 性价比呢 也是非常的高 首先呢 它是一个支持5g网络 并且是一个256g的大内存 机器的一个系统流畅度呢 也是非常顺畅的 屏幕是采用一个6 7寸的三星2k楼性屏 屏幕的一个整体占比呢 显示效果都是非常不错的 续航方面电池容量也有4500毫安 拿来当主意机用个两三年呢 也是完全用得住 接下来我们再来帮这位内蒙古的粉丝 崔先生去市场在哪一个三星not十家 这是一个5g版本12g的运行256g的内存 外观成色也是一个99成心 没有磕碰划痕 目前市场行情的话是在一个2900左右的预算 这位粉丝呢 之前也是在我们这里拿了一台三星s10 感觉用的还不错 所以也是想在我们这里再入手一个三星not十家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机器的配置 首先 它是搭载一个骁龙855的处理器 6 8寸的一个曲面屏 后置四项头1200万的像素 续航方面呢 电池容量也有4300毫安 同时还是配有手写比的 现在官网的一个价格的话 还是在7300左右 这里呢 也是有不少的差价 接下来我们再去帮这位东网的粉丝张先生 去市场拿一个华为mate20polo 这是一个优低版本8加128句的 跟星际一样的橙色 没有磕碰划痕久久成星的 目前市场行情的话是在一个2200左右的预算 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一个机器 预算在2000左右的话 不用考虑直接选择华为mate20polo 首先呢 它是一个639寸的一个双曲面屏 后置莱卡三色4000万的像素 并且续航的话也是有4200毫安 内置搭载麒麟980的处理器 游戏性能特别强悍 拿来当主力机或者游戏机 使用个两三年呢 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一个机器 关于配件这块呢 现在我们一起来介绍一下 手上这款手表呢 就是目前市场非常火的一款手表 华强北版本的gt2polo保存节终结款 那这款手表它有什么亮点呢 首先 它是采用一个316不锈钢的材质 屏幕的话 它是采用一个mline的454×454的高清四瓣膜 显示呢 也是非常清晰 同时也是带一个吸屏长鞋 功能上面呢 还是非常实用的 而且它还是有一个那个mp3音乐独立播放的 它是有配一个黑色的硅胶表带 黑色的皮带跟一个黑色的钢带 配件也是非常的多 这个的话是在一个400左右的预算 然后这款手表呢 是一个华强北版本的 s6 华强北版本的苹果s6 它的功能呢 也是非常局前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消息电话蓝牙通知 心电图睡眠监测 运动心力血压血氧蓝牙音乐 沉淀模式QQ通知 微信通知 功能呢 也是非常齐全 然后它也是一个支持持续充电的 这个的话是在一个200左右的预算 性价比也是非常不错 下面这两款耳机呢 是一个无线蓝牙耳机 这款的话是目前市场非常 目前市场推的最火的一个1562m的 二代的 然后可以看到 跟正品一样的外观设计 然后续航时间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音质也是非常好 这款的话是在一个100左右的预算 这款呢 是一个1562a的 然后支持降噪 改名通透的 基本正品有的功能 它都有 然后续航时间也是非常好的 它是带有一个降噪的 打游戏的话用这个是非常适合的 这个的话是在一个200左右的预算 呃 好了 今天的话就差不多分享到这个 如果说喜欢小五的给小五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